對田區的廚餘 廚餘好吃嗎?當然是新鮮材料最好吃 但其實我們的目的只是想可以吃一飯 2018年,香港每天運到對田區的廚餘 大概有3600公噸 相等於250架雙層巴士的重量 佔整個都市固體垃圾三成 每天都將廚餘扔進垃圾桶的你 有沒有想過,在香港都可以做到零廚餘? 老闆,那不是西瓜嗎? 不用膠袋 其實在街市很多東西都是不包裝 之前會多包裝,但你可以選擇 如果你知道街市可以買的,最重要是超市買的 嗯 這個是我們這一區的一個儲餘回收中心 因為現在疫情的關係,他們平時會回收 以前也不會想過,廚餘要怎麼處理 只會把整個桶拿到這裡就算了 但自從回收中心停用後 Rang就不可以不想怎樣處理廚餘的問題了 於是他就跟男朋友阿橙 開始了零廚餘的生活 嘩,糟了 這個沒什麼醫的 哈哈 沒什麼醫的 都有的,有少許 有少許 有少許 糟糕 糟糕 你想想平時我們整個西瓜這些都會不要的 我們只是吃西瓜肉 但這些其實我們剛才批出來都已經批了這麼多 是可以吃的 我們其實現在只剩下這些這麼多皮 其實這些皮都不是沒用 我們可以用來做環保酵素 或者堆肥也可以 環保酵素是指由廚餘加水和糖製成的酵素 是一種果皮清潔劑 這個我們就是剛才切完的脆衣 然後其實都只是醃它 水和醋是一比一 然後再加點糖和鹽 你可以加自己的東西 那你先醃多久 其實這個呢 通常我們都會放一個星期 其實平時我們的皮米枕 大家都是放了它 其實果皮加水加糖 就是會造成醋的 所以我們就留下蘋果皮和蘋果心去醃成醋 但因為在香港買蘋果其實不是自然 即是不會拿來吃的 但我們就可以拿來有其他清潔的用途 我們自己就會拿來當它本發酥溶 醋本身是一個很好的 能夠順滑的效果 至於很多人都吃不下口的薯仔皮呢 阿蘋和阿橙就選擇把它焗乾 當薯片那樣吃 或者用來拌薯蓉 薯仔下飯 吃完那些蒜頭、洋蔥皮 我們焗乾去做調味料 好像煙燻那些味道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買完洋蔥回來 我們只吃半個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那些另一半的洋蔥 預先地處理它 那你就可以隨時在攝櫃拿出來吃 如果大家嫌麻煩 阿蘋還教大家一個萬能的方法 就是將不同的菜頭菜味 熬成高湯 如果按照一般的方法 吃西瓜、蘋果、薯仔和洋蔥 就會產生一大盆薯魚 但是用阿蘋的方法處理 就可以做到寧廚魚了 第一次在農區買蘿蔔 蘿蔔要連葉一起賣 很大棵葉 我們不知道怎樣用 我們問一下農夫 他就告訴我們 原來葉的蔬菜是用蘿蔔的葉 我們回家就試一下 有很多東西可以吃 原來我們之前有眼不識泰山 好像發現自己的銀包 原來有一張金牛在這裡很久 從來都沒有看到過 住魚是一個挺大的問題 因為一向都只是說 住魚是家居垃圾最大的部分 沒有一個既定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本日平洲之前我跟他沒有認識 但我們確實住在市區 跟任何人都是一樣 你除了等垃圾棚之外 你沒有地方可以回收 你覺得自己很離地嗎 你覺得自己很離地嗎 環保我也不覺得很離地 但可能人們覺得很離地 只是我們不想麻煩 我們覺得要處理垃圾很麻煩 那索性吃完 就不用了 Aren是一個素食者 所以不會生產骨頭等的肉類廚餘 亦因為這樣就要依賴廚餘回收中心 但要留意 不是所有廚餘回收中心都接收骨頭 很大挑戰 不夠廚餘 可能要多些菜頭菜味 煮的上湯味比較濃 現在他們的雪櫃放滿廚餘 大部分雖然都可以熬成高湯 或者做成環保酵素 但他們就想找一個更好的方法去處理這些廚餘 例如龍眼皮、香蕉皮 一塊食物 都放在肚子裡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就覺得 我想吃環保酵素 我是Janice 這是Richard 這是Cameron 我們是一個三個人的家庭 我們已經開始練習零食 三年前 在那時候 我們從8公里 到達500克 到達500克 在年等 我們又一直在 一個藥向一國 但我們已經十分十分 我們變成能量 給予稀圍 發作 我們發現 當即使每天都不能在擠 零食 我們發脾膜 一半 每天都不能在二個月 我們要去擠零食 本身是中馬運氣的Janice 跟家人離港定居兩年了 一家人3年前嘗試實踐零浪費的生活理念 強調日常所需都要是可回收、可延續和可分解 一家人剛剛搬去位於西貢的新屋 Janice近2個月來留年於不同的二手交易群組內尋寶 過程不單浪費時間 遇到高質素的二手家具更是手快有手慢無 他們就試過因為找不到心儀的二手床 結果全家睡地下睡足六個星期 找到完好的心頭好不易 所以即使二手物品又難 只要是維修到的他們都不介意照買 甚至自己DIY做好繼續用 除了家具 從兒子從小穿過的環保尿布 到Janice和丈夫上班的衣裝 同樣九成都是她由身邊的媽媽朋友 或者網上手掛回來的二手衣 另一個減費的方法就是選用可回收和分解的產品 他們還會DIY天然清潔劑和漿糊 常常我們DIY是清潔產品 所以我們使用奶油和水 常常DIY是塗製的 所以這就是我們把食物保存 這就是Tupperware 那些人都會放出 當他們要去買東西的時候 一家人就會拿大大小小這麼多個瓶去裝飾 即使在網上買東西 Janice事前也會問清楚 貨運包裝可不可以走數 如果無法走數就寧願不買 所以這就是一家製作品 我問他們他們如果可以包裝它 沒有包裝 所以我們會看 啊!這就是很棒 所以他們使用古墨 這就是很棒 然後他們包裝書 所以它仍然有少許的包裝 但是主要是沒有包裝 我們要看 我們要看 我請問它是包裝 對 那些包裝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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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來間中仍然會失手 啊! 看來間中仍然會失手 啊! 原意諒解偶爾失手的事情 妄救走數並非不可能的任務 而無法重用的物品 他們就會傳起來 拿去不試垃圾站回收 實行零浪費生活三年多 一家的垃圾量由過往的一個月多過百公斤 大幅減到大約五百克 但因為新屋暫時未有家居廚餘回收箱 現時的垃圾量就因爲廚餘而回升不少 我認為我們是80%的 當我們在凝囊 10%是小的東西 你不可以找到代替 某些是CAM的圖片 如果他使用絲絲 你不可以清潔 因為綠色的 某些是 唇膏 我真的很喜歡起雞 因為它是用紙巾 可以做成功 你賺到自己的房子 要當一個零物店 一部分 不是自己的錢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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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賺到一個零物店 你會賺得更多 比你會賺到 一家店 只要買一家店 如果自己賺錢 那是少許多賣 那是賺錢 比你賺錢 不是自己賺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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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們是全聯繫 我們覺得可能我們不太地地地地 I went zero weights very very fast and Richard is more gradual and so there was a little bit of conflict.It was challenging for me having to having to look at all the lovely things foods in the supermarket that I wanted to buy and say hmm I'll have to choose something else it took a bit of effort and a bit of getting used to.Because I'd be like you brought plastic home but then what I what I learned from it is that you have to find the balance that works for your family so for me it was recognizing that for every time that maybe Richard might buy something in plastic. That can also be difficult and it took a while for us to get over that but I think we did and I think we're making progress now. He's four years old he knows he knows we don't like plastic he knows we want to keep the fish alive in the ocean. Do you know where would they go if we throw them away? If I didn't want them they would go to the ocean that's what I tell. Do you want your toys go to the ocean? No, it's just that I don't have much to eat them. I think part of it is explaining everything to him. I don't know how much he understands but maybe also by cultivating his love for nature and love for the planet hopefully he'll be able to connect the dots later on. When we were inspecting schools we asked about their environmental policies their attitude towards waste and sustainability. I like that Cameron's school they had an answer. We have a garden we also take the kids outside and we show them how to take care of plants. We also teach kids the principle of limited resources you have to share them you have to use them wisely and when we went into the classroom we didn't see much plastic. That's why we decided to send Cameron there. It is doing the best you can to reduce your waste. Just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n living a more or sustainable life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lanet will be handing down to Cameron. No one should be because of a dress and death. But this world is because of a lot of people because of a dress and death and death and death. If I don't want to put it in my mouth, if I don't want to put it in my mouth, if I don't want to put it in my mouth, then why would I want to put it in my mouth and put it in my mouth? So I want to put it in my mouth, it is the same thing. The first time we have our clothes on the home, we have everything. We are traveling to the house with the clothes and clothes, we will buy it. My husband wants to know what it is though, but it is the same thing. I am trying to collect the clothes and clothes and clothes. So I am here to see what is this? 咦?CAMMY,我們來買甚麼? 因為就是冬天,所以我想買一條長一點的牛仔褲 然後發現這個品牌是比較環保的 所以我現在就去看看吧 牛仔褲很不環保的地方 就是到季尾的時候 買不出很多品牌都會直接丟出 所以我們其中一個想法 起碼是,哦,是特身訂造的 另外我們主要的牛仔褲 裡面都是盡量沒有洗水效果的 它用洗水效果的時候 需要用到皮膚水、皮膚水、皮膚水 那些是對工廠的員工 就會有很大的... 就是健康的影響 譬如它後面有個牌子寫著1號膠 其實PET膠是我們平時喝的瓶瓶水的膠瓶 所以就告訴你,它是用了9個膠瓶 加少許粥的纖維去製造的 CAMMY在兩年前開了一個名為 The Lesser Evil的專業 平時就喜歡分享生活上環保的方式給大家 本身自己不是一個非常環保的人 我以前買衣服的頻率就是可能 可能當時在讀書的時候 就有網購的出現 所以可能每隔一兩天就買衣服 我有的衣服的數量 可能是八個星期一個學期 都不用洗衣服的 其實那一下轉變 就是因為我看了一套紀錄片 就叫做The True Cost 就真的讓我知道原來時裝業對於環境 以及對於勞工的權益是有這麼深的影響 就像說牛仔褲一樣 這些廢棄的水 他就將這些東西全部排出大自然那裡 另外當你剝削不到材料 你就變成剝削那些人 其實有一件例子就是 在孟加拉很多女工因為要趕制訂單 而被那個老闆困在一個 已經快要倒閉的工廠那裡 而那個工廠最後倒閉了 而很多人也因為這樣而死了 於是我就要問問自己 究竟是否值得為了一件衣服 而犧牲落後國家的環境 以及他們的人命 為何要環保儀 就是因為公義 我們要保存地球上的資源 讓它用得其所 不會剝削到周邊的動物或者人 另外就是勞工權益 這些都是我覺得環境保護的一種 現在買衣服要很… 很像鹼黃店、藍店一樣 這個最好的比喻就是 因為你真的要找到那個牌子 它背後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他們的整個供應鏈 究竟是用了什麼機器 用了什麼物料 現在CAMMY衣櫃裡面 有一半的衣服 都是注重環境工藝 譬如我今天穿這件衣服 比起傳統的棉 是用少八成的水 以及用少很多農藥 譬如這個bra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用完之後 埋在泥土裡 60天就可以分解到 這件衣服 就是用了一些 回收回來的塑膠去做的 另外特別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穿完這件衣服 之後可以寄回廠商 他們會把這個布料 再重用 去製造一些新的布料出來 在香港 講環保已經是一件很難的事 而環境公義好像更加深 跟我們更加遠 其實這些議題跟我們不遠 達到環境公義 社會公義 勞工權益 講到最後 有什麼基本的事情要做到 就是我們要有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以及擁抱基本的人權 這些就是我們所 香港今時今日都想擁抱的普世價值 而被The True Course 這套紀錄片影響到的 又怎會只有CAMMY一個呢 阿絲都因為看了這套紀錄片之後 在2019年的1月1日開始 他的No Buy生活 我從小到大都沒有想過 我會選擇不買東西 因為從小到大 我都很喜歡買東西 我設定了一些規則給自己 有四個範疇 我不可以再買新東西 第一化妝品 第二護膚品 第三衣著 就是三副鞋襪 手袋 一些我很喜歡買的東西 第四就是擺設的 阿絲說都有例外 就是用完的話 他才可以買新 所以每一次買東西 他都很嚴謹 這裡有一個 我以前很喜歡用的牌子的Cream 有一次我就很無聊 我用完之後 我沒有直接丟 我去拆件 我發現裡面有很多組件 是完全沒有碰過產品 這個膠其實很浪費 當時就想 究竟有沒有一些其他的選擇 可以讓我用得開心之餘 沒有那麼大的環境的影響 的確 女生平時用的護膚品 化妝品是很不環保 也很浪費 大家會比較常見 它是一盒胭脂 你買回來 很漂亮 有紙盒 我們試試打開 它為了保護產品 通常裡面會再加紙 裡面才是產品 而且很多時候 他們會連這些掃 其實我也不知道 十個女生裡面 有沒有一個女生會用 譬如 Mascara 通常這樣一大支 其實產品 只有底底這裡 上面這個是Mascara Wand 假設我用完 用完 用完 我都是整支扔掉 喜歡看歷史的阿絲 因為看到以前 三四十年代 外國女生的照片 覺得她們的妝 都是很漂亮的 於是就開始研究 以前的人 是用甚麼來化妝 護膚 還有我自己比較相信 是皮膚在身體裡面最大的器官 其實我們塗些甚麼在皮膚上面 它都會吸收 如果我不會把假設粉底 吃到口 我會擔心它有毒的話 那為甚麼我會把它大範圍 覆蓋在自己皮膚上面 其實都會吸收 在身體裡面 以前的人 是用食物都做到 現在我買回來的化妝品 其實有很多字 我都不懂得讀 成分表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 那不如我試試自己做 現在阿絲所用的護膚品和化妝品 八成都是自己製作 或者是環保產品 今年的六月 它更加開了位於荔枝閣這一間 這兩個就真的看回當時 英國的一些文獻 當時他們的做法是怎樣做的 譬如說了這個1672年的配方 它就是一個止痕的藥膏 另外有一些就是看了 那個古舊的產品 這些我們就叫做 是inspired by那個時期的產品 再來就是連古書都沒有怎麼提過 但是就是自己 trial and error去做的一些產品 好像這個是純素的 印度西草根的收護商 是100%吃得的 除了護膚品之外 阿絲還研發了一些零費的化妝品 這個是零費做出來的摺毛膏 還有桌面上這個是抗物色素的唇膏 裡面是用什麼製作的? 這個其實會有椰子油 然後有蜜辣 有一點點芝麻油 然後再加抗物色素 就可以自己製作的顏色 全部都是一些天然的東西 不是一些化學物質的東西 是 其實呢 不需要用很多東西 但是它呢 都很常識的 阿絲認為現在香港的裸賣店 大多數都比較high cost 令大家難以親近 開店是想改變一下這個風氣 我們想提供一個生活的概念 一個方法給客人知道 其實不一定要所有東西都賣 其實自己都做到的 我想這一年 香港人都很習慣 什麼叫做 每一分每一毫都在投票 上網現在都很多人有社交媒體 他們都會 很多時候會提供一些牌子 跟他們說 你這個做得可以再好些 從而是給了壓力 這些本身不太注重環保的牌子 他們怎樣去接供顧客的需要 其實現在真的越來越多 顧客去一起推動全世界的動作 一連三日 我們走訪了三位零垃圾生活者 學習如何在生活上減少浪費 又零廚餘又零垃圾 說就容易了 但實際做起來 又是否真的貼地生活呢 記者一於實試生活三日 看看困不困難吧 看回政府報告 人均的固體垃圾氣質量 每天就有1.53公斤 相比於十年前上升近兩成 塑膠的氣質量 就等於過八格的雙層巴士 那我的生活又有些什麼是不環保的呢 平時自己有什麼塑膠做到 我平時自己用的最多是幾類的 就是化妝品 還有個人護理 還有一些外賣用的東西 疫情期間的口罩 一日至少一個 一個禮拜都已經七個了 然後紙巾 膠飲管 膠袋 之類的東西 這些我平時不割不割 就生產了的垃圾 這幾天要說再見了 好 現在桌面 就有請我們接下來幾天 會用到的產品 但有些產品 例如牙膏 或是洗面奶 其實是很難走數的 因為它們本身已經含有這個微膠粒 所以我們現在就自己DIY這些用品 網上也有不少教學 教人自製Zero Race版的牙膏 而椰子油本身都是天然的卸妝油 不知道我會不會 整個人都散發椰子油的香氣呢 我幫自己訂立了這三天的生活原則 一切準備好 Zero Race的實事正式開始 今天的行程是要去採訪 下午就要處理昨晚剩下的廚餘 你剛剛就在西貢那裏做完訪問 下一個行程就要拿我昨天的廚餘拿去回收 但因為西貢沒有這個回收站 我們現在就去九龍去找找哪裏回收站 家居廚餘人均氣質量 每天就有0.32公斤 要處理廚餘 如果你的屋裡沒有廚餘回收計劃 家裏沒有優引或敲武分解等千元的分解箱 房間亦有回收公司和NGO 願意收集廚餘 但地點很多都在新界大西北 住九龍和港島就很不方便了 找了這麼久 終於找到一間NGO可以收廚餘了 本來打算增添一些辦公室的零食回公司 如果真的要選擇無膠 你看看 不大的全部都有 好啊 這個像是最大的希望 真是紙的 但裏面很tricky 看不到裏面 不知道裏面有沒有包裝 獨立包裝的位置也是有膠 本身打算買芒果乾當零食 正當我準備拿盒出來的時候 可否放到這裏 麻煩 不用帶了 不用帶了 要走數 其中一個困難就是要救雅鳴手快 在它入膠袋前 就要遞到一個盒出來 我就買多了三個 某個包 都夠位了 那盒大一點就好用 朱古力 那些都要放棄它 因為它有包裝 平時不會想到這些可以做一些日常零食的東西 就用其他零食去代替 不止零食 為了刺激購買肉 而新的精美包裝 加上進口和銷售前 額外增加的包裝物 整個超市九成都是包裝商品 大多數的包裝物料都是無法回收 所以都市每日固體垃圾量 就有約2000公噸是屬於包裝垃圾 要找無包裝的零食 舊式的糧果攤和零包裝商店 就是替代支船 因為出去買東西 準備了一個膠盒 然後一個水樽 麻煩 謝謝你 成功賣了 要的麻煩 10元芽菜 沒有人才敢跟你這樣做 有人我真的不跟你這樣賣 不好意思 麻煩你 並不是每個人都理解環保的動機 記得要互相體諒 很多店主最多什麼都很願意幫忙 很想吃 因為今天我帶不夠盒 所以沒有盒裝蛋糕 所以變相如果我出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要計算得很準 我那天要買什麼 而帶多少個盒 而中間就不可以很即興地 買自己想吃的東西 事日最失敗的地方 就是剛剛抹東西的時候 不小心拿到紙巾來抹 晚餐要煮菜 再大一點就不行了 平時應該會用這些卸妝棉卸妝 但現在就不用這個了 轉用這個椰子油做卸妝油 平時刷牙會用牙膏 我以為擦完後會整個口爺之油 味道很不舒服 但聽到都不是 雖然我還在猶豫長期用梳打粉刷牙 會不會加劇我的敏感牙齒 但市面四成的個人護理商品 例如潔面的磨砂乳 牙膏和許角質產品等 也含有難以隔除和分解的微膠粒 成為海洋生物的一大萬聖毒藥 好 我終於結束我這幾天實施零垃圾生活的體驗 桌面這些就是我這幾天製造的垃圾 垃圾比例 最多的出乎意料是購物的收據 還有少量的商品包裝和紙巾 但最少起碼省了這些垃圾 三天的垃圾量 由平日的約500克 減到不夠100克 最大的進步是一件外賣即器用品都沒有 Zero Race 最難的地方就是超級市場 很多東西都很便宜 但很多東西是用膠包住的 香港有一個優勢就是 香港的街市本身就是一個裸賣的天堂 又或者有很多地方的小店 地攤墟這些地方 其實都可以買到你在超市買到的東西 這個位置就是你肯不肯事前花工夫去做research 去看下哪些位置有這些類型的東西去買 Zero Race不是環保L的標籤 零垃圾的生活也不等於完全零垃圾 而是你在一個階段 都盡力減少生產垃圾 我就嘗試踏出第一步 那你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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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